作为大的比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第五十页 愚公治愈 大兴四马之门 上次谈到汉代的愚公 他以公正平等的心去做判案的工作 一生都没有冤假错案 所以他就赶得子孙后代的发达 显贵 在安氏居士的发明里面 也就把刑事判案的这些官员们 他存什么心 怎么去做 做了一个介绍 在我们周一里面 把这个刑法都在蒙卦里面表现 蒙本来属于发蒙 启蒙 属于教育的范围 蒙于养正能 胜功也 这个发蒙 启蒙 教育 其目的是培养我们的正心 正法 这是圣人所做的功夫 其中在出六谣 然后就谈到发蒙 就是当一个人 民众 他内心很昏暗的时候 他会造作种种的恶业 这是作为圣人 一方面正面的启发 教化 引导 另一方面对他所做的措施 也得用这种刑法的方式去治理他 利用行人以正法也 其目的还是是教育 这叫小蹭大戒 小小的惩罚 使他引起高度的警觉 回归到正路上来 所以在一种圣贤的教化当中 这种用行 人处罚不是憎恨去痛打的问题 而他是属于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你看这个论语里面讲 当一个审判官抓到 破了这个案去审问的时候 这个审判官内心是充满着哀怜 哀惊之情 没有喜悦之情 不是说破了案 哎呀我很高兴 判得越重越好 我有功劳 他不是哀惊夫喜 你看那些犯罪的人 他的动机 他的过程 我们要怜悯他 所以一个 从此这方面职业的 审判官 他的用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下面呢就谈到圣刑图 这是明代的吕坤 他做了一个行戒八章 你看古人 吕坤也是一个从事这方面职业的一个官员 原来传统社会的宪官 知府实际上他是行政和司法合为一体的 那么明昆讲这个圣刑图就是你用刑法一定要谨慎 尤其是那些扎 扎收紧更要谨慎 这个扎就是一种苦行之的一种 就是用绳子穿着五根小棍子 套到手指 扎那个手指 紧收起来 叫扎子 这个扎呢是用棍子扎那个腿 扎 收就是把它逮捕 静就是把它关起来 所以这个扎扎收紧都更要谨慎 所以他提出五种不该打 从情理上你不要去打他 第一对年老的人不该打 年纪少年幼的人不该打 还有犯人你刚打过了 你不要再去打他 有病的犯人你不要去打他 这个有残疾的犯人不要去打他 这五种不该打 第二节呢就谈到四种 无就打 无就打就是不要赶紧去打 你要慢慢来 人急 就是这犯人很急的时候 很急动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他 不要马上就用心 这个犯人很愤怒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他 犯人喝醉了酒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他 犯人从远处 这个压解过来 他气喘吁吁 这时候你不要马上打他 这时候四种无就打 还有五种且反打 这就是针对自己一个判刑官 你的状态 当你自己愤怒的时候 你这时候要反下来 反打 自己喝醉了酒的时候 不要 也要反打 自己不能处分 就是自己头脑 神志不是很清楚 看不清楚的时候 不要去马上打 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真相 有怀疑的时候 要反打 在第五个就是 自己生病的时候反打 这就是五种且反打 第四节就是四种莫轻打 这个轻就是 不要那么忽略浓意 就是你要慎重 第一种就是对读书人 叫声援 读书人 你不要轻易去打他 第二对出家人 不要轻易去打他 昨天谈到 唐代对出家人的尊重 即便他犯了罪 也是交给僧团去处理 不能跟一般老百姓一样的 去用刑法去对待他 万一要找到这一步 也要使他先还俗 以俗人的身份去治理他 不能让他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你去跟他上行 再就是你的上级的差人 上级的差人 你不要轻易去打他 第四就是对妇女 不要轻易去打他 这就是四种莫轻打 还有三种莫又打 就是已经扎纸的 就是已经上过行的 你不要再去打他 已经加过腿的 用棍子加腿的 你不要去打他 已经上了枷锁的 不要又打他 这就是三种莫又打 还有三种是联名 可怜他不打 就是碰到严寒酷暑的季节 本身犯人的身体就受不了 你要可怜 怜悯不要去打犯人 第二就是碰到过年过节 这样的大喜日子 你不要去打他 第三就是犯人 刚刚很伤心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他 这种三种可怜不打 那第七就是适中禁止打 这个适中禁打是什么 第一次进重仗打 就是你打的那个棍子 或者主板打得很重 往实 就是往实地打 你这叫禁止 第二要禁止 你的副官助手去打 第三要禁止那些捕育 捕育就是那些 相当于现在的警察 警察抓的犯人在家里打 这是不许可 那第四就是禁止 打那些致命的地方 要禁止 四种禁打 最后一种就三种 应打而不打 比如这种原告和被告 当这个被告是长辈的时候 以他的小辈 被幼子来打官司 这时候尊长该打 但是由于他的对劲 是他的小辈 这时候就不要去打他 这叫尊长该打 但是以被幼去打官司的时候 第二种是百姓该打 但是他是跟衙门里面的人 打官司不打 就现在的 如果一个平民百姓 跟公务员打官司 这个百姓可能是离区 但应该打这个百姓 但由于是跟公务员打官司 这时候你得要注意微妙的关系 说不止人家就说 你是平党公务员 所以百姓该打 但你衙门人 征松的时候不打 第三种就是公寓 就是你衙门里面的办事员 他以权谋师到人家的商铺里面 去奢取的东西 亏欠了人家的东西 这应该打 但是如果这个公寓是为了修这个衙门 以及买办自己用的物 这时候就不要去打 这叫公于普行为私用之物 该打不打 你看这八条都是充分体现了那种车隐之心 那种父母对犯了错误的子女的那种用心 而不是以秤恨心好不容易抓到你一个错的地方 把你关起来往十里整的这个情况 不是这样的 好下面呢就在四地上有五则 来进一步说明你怎么存心办案 这里面他的善恶因果的关系 好 这里第一个就是决于平素 就是你处理罪案很宽容公正 这里谈到唐朝的贞观原因 唐朝宋 唐太宗 贞观之治 唐太宗很注重道德的教化 他在贞观四年的时候 全国的判的死刑也只有二十九人 基本上这个全国上下狠守规矩 那贞观四年还是当时战乱不久 国家很贫困的时候 这个社会秩序就不错 到了贞观之治 到了顶峰的时候 还真的能达到路不时宜 业不必复 这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贞观元年青州 山东青州有谋反的 就是反对朝廷的叛乱 当时官军就围剿 把所有的叛军都逮捕 逮捕的时候 整个监牢里面都装满了 装不下了 当时唐太宗就下招书 让雪人师到青州去 重新对案件进行审核 是不是符合那个事情真相 这个雪人师一到青州 把所有犯人的家所全都解开了 给这些犯人给他隐私 给他沐浴 全都释放 就是把那个围头 谋反的几个头目 抓了几个人 判了几个人 其他的全都释放 当时他的同僚 孙福家 还怀疑他 你这个平反的数目 是不是太多了 学人师说 大凡这种损案破案 损案这样的一个情形 都应该以仁爱和宽恤为根本 我们怎么可能只图自己 由于平反过多 量行过宽 这个怕得罪什么呢 不能自己想到自己免饥贤 而知道这些民众的冤屈而不尽啊 要知道自古以来都有一个 官逼民反的这样的情形 老百姓起来 这个谋反 总是有原因啊 或者你地方的行政问题啊 所以只是对几个头目 严加惩处 其他老百姓 你一定要给他放一条深度啊 那学人师说 如果我这种处理的方法 对皇上有处理的话 我哪怕就牺牲自己 我也在所不辞 后来这个当然这个不同的意见 也会上奏到上面去 后来这个唐太宗 又派另外一个钦差大臣 来过问这个事情 最后结果还知道 这些被平反的老百姓 果然是冤枉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 你做这个事 在可言可宽之间 你存什么信 你是不是能为老百姓的 这个放他一条深度 自己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 司寇也是一个掌管这个刑法的官员 叫司寇 公之路 他曾经有过一个著书来说 就是自古以来 这个重罪侵罚 就是一个犯人犯的重罪 但你判的时候 判得比较轻 都应该比这种轻罪 而重判来得好 这就是圣贤的用心 与其重罪侵判 而不要去侵罪重判 如果现在有些 负责审问的官员 引用法律 如果有出路的话 所以判罪 他比较轻 判得比较轻 这是要注意 有些人觉得这个判得轻 就觉得他不行 就想要谈黑 追究责任 如果这个形成风气 那这些审判官 就只顾自己的公民 而不顾他人的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宁可重判 保自己 那保自己的公民 那可能就以他人的死亡 作为代价了 如果这些损问的官员 确实是由于人情 私情来冤枉 我法的话 你去谈黑他 测他的职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只是说 他有一个仁爱 宽序之心 去办事 没有自己的私情在里面 把这个罪判得比较轻一点 以及平反的数量多 可能不该平反的 也多平了一点 这些应该要保护这种做法 应该要免除对他的问责 和判法 这样就使得这些审判官 没有担忧 一般作为一个官员 他是关心自己乌杀冒的 如果政治风险冒得很大 他不冒这个风险 迎合上面的意识 宁可重判 他也不侵判 所以要使这些损判官 没有后果之 就是由监狱里面的冤情 冤枉的事情 就可能会少很多 所以政治宽容的时候 冤狱就会少 政治严苛的时候 冤狱就会大 所以这个公之路 这位师寇这段话 真是充满着仁爱精神 能有这样的言语发出来 他的后代也是必定昌盛的 好 请看第二个公案 辩学欲冤 就是为了救无辜的人 人来对上级不惜抗言生辩 这出在金石里面 金朝有一位叫刘旭的 他是一个官员了 当时碰到一个案件 就是有人偷盗皇宫里面的国库的财物 还有私之品 以及各种宝珠 这就是个大案 偷盗到了皇宫里面去了 那这个皇帝当年就要震怒 赶紧下定要破案 但是这个盗贼没有抓到 就抓到了一些嫌疑犯 以及那些守仓库的人 抓到11个人 这个刑部呢 就建议要对这些11个人处于疾刑 就是要判死刑 这个事情涉及到皇宫里面的案件 一般刑部做了这么一个决议 谁也不敢去动 但这个刘旭 他挺胜而说 这个案件的正犯 你都没有抓到 你就杀这是一个人 这肯定是有冤枉的 杀这是一个人是不行的 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见 那这个皇上都大怒 觉得这个皇上要破案 给我一个交代 但竟然是有一个人说不能杀 所以这个皇帝都大怒 但刘旭竟然跟皇帝 在皇帝面前还要辩论 而且辩论的更有力量 你看他有种浩然正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十一个人才没有判死刑 以后这个刘旭就封为刑国公 那皇帝一般在大怒的时候 他会人情用事 可能会偏一点 等他怒气平息想一想 他会觉得刘旭是正确的 他也会回心转意的 所以这个平反冤暗 每个人都有这个心 但为什么冤暗又这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是私心 自保的心理 唯恐出入了上级官员 唯恐对周边的同僚 得到不好的印象 所以为了保关顾 他想说那种公正的语言 都不敢说 我想古往今来 都有这个情况 冤暗这么多 难道当时知情的人不了解吗 他了解 但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呢 还是一个自私的心理 自保的心理 归根到底 还是人的这种裂奔性 所以刘旭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披逆灵倒腐 腐尾羊 就是皇帝跟皇帝开始辩论 那这个就等于是城下 这个来直接触犯君主 这就等于披龙的那个 这个灵片 龙就代表君主 这个东西 你跟皇上的意见不一样 这是不披逆灵吗 不等于非常危险 踩到老虎的尾巴上吗 你还敢踩老虎的尾巴 所以你看 能够触犯房地的怒 而抗炎 生病 这是什么精神 没有一种大的公正心 大的人爱之心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浩然正气 所以像刘旭这样的人 不是一般人可以聚集的 但一定是值得一些 司法人员去学习 好 先看第三个公案 三子皆贵 就是你认真的办案 他的三个儿子以后都成了显贵了 这都是有名有姓的事例 这是明代有个叫圣吉的 他做的掌刑官叫庭尉 他审案判案 没有一个冤案 也没有一个延长时间的 那么每年的冬天 是判刑的时候 定囚犯 特别是死刑 这时候常常是 他妻子拿着纳烛 圣吉拿着犯人的名单 夫妻俩相对垂类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在最后决定的时候 希望不要有差错 这有差错可了不得 所以这个妻子就对她的丈夫说 君为天下执法 执这个国法 你可千万不要冤枉人 不要把好人判错了 判错了就殃及她的子孙后代 这也是一个贤妻 那当然这个圣吉就很谨慎了 认真了 所以判案 这个十二年 没有一个冤假错案了 所以天下之人 朝廷内外都称扬她公平 宽序啊 所以她的有这个德性 所以家里的庭院 一棵树 后来有白色的喜缺 来称扬她 来称扬子 白喜缺过来了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吉祥的内照 后来真的生了三个儿子 都是显贵的这样的命运了 说起这个 我听说有一个很有身份的法院的法官 他拿着这个判刑的 特别死刑名单的时候 他就放在那里 先念半个小时的符号 然后再来看 如果看得心里很平静 他就判下去 如果看得心里不平静 他就会很谨慎 再重新审核 这也是一个智慧 你念阿弥陀佛这种宁静的心 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 他出来了 出来了 他再看看这些案件 可能对公正判案有好处 你看唐太宗 唐太宗他的人爱精神 你体现他一个行为当中 唐太宗常常对他周边的大臣说 因为一个民君都要以谣训作为他的执政的榜样 谣训之道孝涕而已 还是孝涕呀 以德治国呀 所以古人用行他是不忍之心的 不得已而用之 这个行法是就像兵一样的 兵者不祥之物 乃不得已而用之的 不是你动用的越多越好的 所以到冬季用行的时候 那这个国君都要把他的音乐都停下来 把他的饮食都要减少 是这么一种悲哀的心 所以唐太宗说 我在我宫廷里面没有每天尝试的音乐 到这个执下来 也不是故意执 就没有音乐 然后每到冬季要死刑之刑的时候 唐太宗是不喝酒不吃肉的 是这么一个行为 你看唐太宗的那些 他很尊重这些吉祥的日子 比如这个官员上任 都避免在真约 五约和九约 三哉 三哉月 为什么呢 因为官员上任肯定当地的要设宴席 设宴席可能就会杀很多生 所以这三个约不复任 避免杀神 所以这唐代成为圣唐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气象 大国的风范 周边国家都很尊重中国 它是内在的道德的力量 是核心的 有一批像唐太宗这样的心量广阔 仁慈的郡主 而且虚心拉贱 能够像魏征这样的人 能够犯言之见 他能够接受 那魏征的这个劝谏很有威力啊 搞得唐太宗有时候都下不了台呀 说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唐太宗游天正在家里 就玩一个喜缺还是什么 就是在那里这个 结果报告 魏征来了 魏征来了 这个唐太宗 魏征来了 如果看到这屋去玩这些 就可能又会玩无上至的样子了 他就赶紧就把那个小鸟 藏在衣服里面 藏在衣服里面 那个魏征在那里 坐在那里谈了很多事情 搞得他都不敢动 不敢动 最后等魏征一走 一看那个小鸟都死了 把那个唐太宗气坏了 这个家伙 是吧 一看看 但是唐太宗的王后 一看他生气了 那个王后穿上很正式的衣服 向唐太宗 说恭喜皇上 你有这么一个好的大臣 这是你王朝兴旺的表现 这样的 所以他还有一个贤妻 有忠诚劝谏 所以政治才清明 才会神成这样的一个 贞观之质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第四个就是不歹妇女 这是王科兴旺 所以两折 就是折东折西的盐运使 盐运使国家统管的一个项目 他作为盐运使 当时从温州押送了一批盐犯 可能犯了国法了 里面有一个妇女 同时押送过来 王科兴一看就很发怒了 就对押送的官员说 哪有逮捕一个女人 从千里之外 与这些差遇混杂在一起的呢 从今以后 对妇女不能逮捕 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政令 一个规定发布下去 你看这个王科兴 当下的这一念是仁爱之心 这个规定一下去 那保全妇女就很多了 由此推之 不仅是对妇女 那对那些老人 病人 残疾人 以及修道的 比丘比丘尼 还有道士 乃至于有体面的人 都一概不能轻易地去逮捕 这就不逮妇女 所以这个一念呢 善和恶 怎么区分 就在这微小的一念当中区分 你看太上感应篇讲 你有一念的善性出来 马上急行 急神呢 就会过来 你一念的恶起来 恶神就会降灭 还不等你事情做 马上这个因果就过来了 再看最后一个 这是执法无后 执法过于年历 就没有后代了 谈这个事情 这是选制功过阁 这也是讲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高游州 高游州原来属于江苏扬州府馆的 扬州地区的 一个叫徐某 做官 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清官 这个很讲节操 但清官讲节操的 他常常会有一个情况什么 过于严厉 所以他做官也做得很大 做到这个地方的最高的行政长官 军守 他严厉到什么程度 如果他下达了一个指定 这个差遇 这个过了一天 没有按时完成 迟了一天 他就要 这个 这个给予五板 他五板的处罚 那才规定下去 有一个差遇 可能做这个事情 往后延了六天才做成这个事情 按他的规定就得要打三十板 一天五板 那六天就是三十板 这个东西 那一般人受不了 这个差遇呢 就哀求 这个宽 宽敏 但是这个 徐某 执法严格 所以不答应 照打 这五十板打下去 竟然就把这个差遇给打死了 死在帐下 在帐下 他这个差遇的 这个儿子很幼小 这个儿子一听父亲被打死了 就一下子一瞎 一弄 瞎死了 然后他的妻子看到自己丈夫被打死了 自己儿子瞎死了 也痛苦欲绝 就觉得活得也没有意思了 所以他的妻子就上吊之死了 上吊死了 这个事情 当然从一般的去追究 也不可能追究到徐某那个地方 人家这个做官 他是执行规定 但等这个徐某 官任满了 回老家了 这个徐某也只有一个儿子 他很钟爱 忽然有一天 他的儿子生病了 生病了就对他父亲说 有人追我 而过了那段时间 这个儿子竟然豁了一个口气 骂他的父亲 就是另外一个口气了 对这个徐某就骂 说我有什么大罪 你杀我一家三口人 那父到他儿子身上去了 说完这句话 他的儿子就死了 这个徐某就没有后代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青年的官 往往 他的结局不是太好 其原因 就是于执法过于严厉 所导致的 像徐君 当时做太守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执法严厉 他不是真正自喜吗 觉得自己赏发分明 有功必赏 有罪必罚 赏发非常严格 民心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 导致了一家三口的死亡 你的宽序 仁序之心何在呢 当这一家三口人死亡之后 你自己的儿子也跟着走了 治他不悪 因果奴役顺行 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这个涉及到判案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要谨慎的事情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弄得不好就有冤案 有冤案就有冤魂了 冤魂就要跟着你 就要抱怨 前两年我到一个地方 公法碰到一个律师 他也谈到 他原来就在法院里面 住法官 结果他不敢坐了 就是他的法院的办公楼 常常出事 就是你走楼梯 忽然一下就踏空了 就弄得一个骨折了 或是莫名其妙得大病了 他那个法院常常出这些事情 他都害怕了 尤其他学佛之后 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阴谷 肯定有很多阴魂 就在法院的里面周边 盘旋不已 所以他就辞职不干了 到了一个外企 去做法律顾问去了 所以你说你如果现在 很多人不信英国 拿了原告拿背靠 根本不从公正心出发 搞了那么多冤假错案 他有好处吗 他的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住得好 你有大的功德 就像愚公一样 住得不好 就像这个徐某一样 徐某说实话 他只是执法严格 还没有以权谋私了 如果是以权谋私 寻师舞弊 在这里去搞冤假错案 那后果更为严重 好 请看下面 度是济人 高则武之之贵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三字经都有了 窦燕山有一方交五子 名俱阳 窦氏就是窦燕山 他的名字叫窦与君 这里面会有他的一个故事 这是唐五代的时候的事情 叫窦与君 燕山人 燕山就是现在秦皇岛周边的 现在还有个燕山大学 他到了三十多岁 还没有儿子 有一天做梦 他的祖父在梦中告诉他 说你呀 不但没有儿子 而且寿命也不长啊 你现在要赶紧修德 来改变命运啊 那古人 这也是他的一个转机 感到他的祖父梦中 给他告诉真相 那窦与君呢 就开始努力的行善事 有一家人家 偷了两百千的铜钱 偷了钱 但是那个小偷呢 他也有 他也有他的回报 就他有 那个小偷有一个幼小的女儿 幼女 他上面写的一个书券 在这个幼女的背上说 永迈 永远就把这个女儿 卖给你了 来偿烦我所偷的钱了 这个偷钱的人就跑了 那么这个窦业三 就是窦与君就很可怜 这个情况就把他的书券给焚烧了 就抚养这个女儿 等到这个女子呢 大了之后 这个窦业三就选择一家般配的人家 把他嫁出去 自己还出了嫁妆 以自己女儿的身份 嫁出去 这是一个大德吧 然后每年 把自己家里的收入 除了基本的生活费用 以及一年两次的祭祀的费用之外 剩余的钱全都是做慈善事业 帮助他人 全家非常简朴 没有穿金带银的装饰 他的妻妾都不穿丝绸的衣服 省下的钱 就在家里的家宅的南边 建了一个书院 书院就聚集了很多的书 数千卷书 然后去请那些有学问的老师 来做先生 那么周边所有的孤儿 贫穷人家的子女 读不上书的 他都接纳来上学 对这个老师都是给他很丰厚的报酬 他这个办学 这就说明民间办学了 培养了很多人才 由这个学校 培养出的人才 以后做官显贵的人 很多 你看 这个也是很大的德 这不久之后 斗宇军就连生了五个儿子 这五个儿子都是很聪明俊秀 过不久 又梦见他祖父来说 说你这几年来 做的功德很大哟 你的名字都已经挂到了 这个天上去了 天上都知道了 上天 名挂天朝 于是上天给你 延三十六年的寿命 三计 一计就是十二年 延长寿命三计 你的五个儿子 都能够成为显贵 龙华富贵 所以你应当更加努力 要善始善终 做的这梦 后来他的 五个儿子都考取了进士 长子斗仪 做礼部上书 第二个儿子斗言 做礼部四郎 第三个儿子斗坎 做左补阙 第四个儿子斗称 做右见义大夫 参与国家大政 第五个儿子斗喜 也是在皇宫 皇帝周边 做取居囊 秘书 像个秘书 皇帝秘书的角色 那五个儿子又生了八个孙子 这八个孙子也都是做官的 都是显贵 斗雁山斗雨军活了八十二岁 临终的时候没有病 谈笑而逝 谈笑而去逝 当时五代有一位宏道 宏道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他在四个朝廷 因为唐五代 有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连续建立了很多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 他在四个朝代都做宰相 侍奉过十个皇帝 做宰相做了二十多年 是这么一个人物 宏道呢 所以宏道把鲁家的忠庸之道 可能学到了炉火成亲的地步 才能在四个朝代 十个皇帝那里都能够游刃有余 宏道当时对斗雨军还证了一首诗 赞叹他 又叫燕山窦时郎 骄子有一方 临村一诸牢 单贵五之方 所以窦燕山也成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榜样 现在我们很多祝父母的都希望自己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那怎么成为龙凤 你学学窦燕山吧 这个让子女成才不是说天天要让她参加这个班那个班 钢琴班 书法班 电脑班 舞蹈班什么什么 不是这个 你不要搞错了 它的特点就是祭人 积德 核心在这里 那祭人是多方面的 他人饥饿了 他人冬天没有衣服穿了 你以衣服来帮助他 血中送炭 当他生病了 没钱治疗的时候 你给他的医药 他在紧急情况下 没有一分钱 一分钱拦倒一个英雄汉的时候 你给他钱财 你看多少贫贫的人 贫穷的时候 别人帮他一把 哪怕一顿饭之恩 以后都以一百定金子来回报 在黑暗的时候 你给他的灯具 在双方在争斗的时候 你劝他和解 他碰到什么事情 鱼池颠倒的时候 你给他智慧 帮助他选择一个好的方案 他一点本事 一点技能都没有的时候 你能够帮助他学一门技能 这些都是 捷技 技能的方法 总之是血中送炭 他最需要什么 我们给他帮助什么 他最匮乏什么 我们给他满足什么 你一定要存这个心 就是你的念头当中 念念有帮助他人的人爱之心 你只要这样住 不是说自己有富贵权势 你才能住 你这个就是贫贱之人 你也有力量去住 你要存这个心 这里就提出了四个公案 来谈了 玉田寄人 就是以田地来布施 他当身就得到好处了 大考高中 这是明代有一个叫姚唐的 他是豫章人 豫章人就是南昌人 他在这个途中 看到一个情形 就是一对夫妻之首 哭妻而告别 问妻原因是 由于家里贫穷 这个男的就把妻子卖了 卖到远方 所以夫妻这叫爱别离苦 没有办法卖妻 这个姚唐一看 就不忍自信上来 就问你 你这个卖妻 卖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钱 问到大概缺多少钱 所以这个姚唐呢 就把自己的田地卖掉了 就把这个钱呢 就布施给了这一对夫妻 那显然这个妻子 那家人家夫妻就团圆了 不需要卖妻了 一个家庭就完整了 好 就在当年 这个科举的时候 这个主考官就做梦 梦见一个金甲神 比如说黄金甲的神 告诉主考官 说你何不选那个齐天之子来终选呢 那这个主考官梦中一醒过来 就在本来逃胎的卷子里面 考不上卷子里面 再拿了一卷出来 让他排在第三名 中的第三名 这个再重新拿出来的卷子 就是姚唐的卷子 那这些举人考取之后 这是相事 相事就是考取的就是举人 就具有做官的资格 县事就是叫秀才 如果再经过殿事 那就是近事 一般举人能够做中下级官员 近事就有做高级官员的这样的资格了 好 那这个做举人也不简单了 犯进中举那这个是个大事 那考取的人一般会有一个 就是州里面或者县里面的官员 会县请这些中举的这些人 就会开个县会 那县会当中就会歌颂一首诗经里面 叫陆明 陆明是在诗经小养里面 陆明这是在西州的时候 这些贵族之间相互聚在一起 这个招待宾客 然后在这个宴会当中要有音乐 有歌唱 这都是高雅的生活方式 吃饭宴席的时候有音乐 因为脾胃喜欢音乐 一个美好的音乐 你的胃口会大增 而且这个音乐它是传达一种美好的情感的 陆龙它就是陆明 陆明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慎的 这样的一种动物 它所鸣叫的声音 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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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有三段 大概意思是游游鹿鸣 鹿的鸣叫的声音就是游游这样的 食野之品这个宴席当中 你看还是有机食品的 不是说有多少肉什么的 是野菜 田野当中的平菜 没有化肥农药 我有嘉宾 你看来的都是嘉宾 在这里音乐 鼓舍吹声 然后鼓舍吹声过程当中 还要给贵宾的礼品 那礼品就用筐子 铸编成的筐子 圣满那些步驳来送个贵 个嘉宾 那希望嘉宾 能够帮助 我视我周行 就是给我开导圣人的道理 所以这个路名都是 都是一个很高雅的 一种心态 都是让嘉宾都是有道德的音声 来显示君子之道 能让我去学习 是则是孝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音乐 路名音乐以后就成了 科举考取之后 大家宴席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音乐 路名 咱们集宴路名听到这个就是说 考取之后 大家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宴席 在这宴席当中 那个主考官 他也莫名其妙 本身这个卷子我都淘汰了 怎么又拿起来了 那到底是谁是齐天之子呢 就是把这个田地 把它卖掉了 布施出去 这个人是谁呢 到了这个宴会上 才知道原来就是姚唐 你看看 本来考不取的 由于住了这件大善事 一下子还做得举人了 那不仅是自己得到善报 他的三个儿子 姚锦辉 姚锦药 姚锦尾 都登地了 就是考取了公民了 从中看到 世间的田产和资财 暗示居士就这个公案 有一段很好的讨论 田产资财 是世间人以为是命 命根子 身体是内命 财产是外命 世间人很看重的东西 在佛法当中比喻成水中月 镜中花 梦中宝 都是虚幻的 水中的月亮虽然有 你拿不出来 镜子里面的鲜花那种形状 你也拿不出来 你梦中得到了很多珍宝 梦中的珍宝醒过来也没有东西 本质上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样比喻呢 这些金银财宝 田产 现在加上房子 汽车什么的 反正这只是这些资深用具 无非是你目前暂时在你手上保管而已 你的财富田产再多 到你灵命中时一点都带不去 所以民间有时候把这个田产转让 有一个田产或者房产的契约 契约上总是写一句话 听评永远管业 我教给你 你就永远管这个产业吧 但是字面上这么写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呢 实际上真实的是 这个产业是主人 自己的身体倒是客人 这个主人 田产的主人 尚且不能永远保证 他的客人就是一个人 因为他会转让 那么一个客人 又怎么能够保证 他能够永远拥有这个主人呢 暂时保管而已 马上就会转换主人了 所以实际上 你要带走的东西 是田产带不走的 但是也有带走的方法 你这些田产知才怎么带 带的方法就是布施 着善布施 因为你布施出去了 你就创造了一个人天福德之身 那人天福德之身 你布施出去的东西 最终还是你的 这个道理是很深邃的 这个佛法 他用一个比喻 来帮助我们理解 你布施出的东西还是你的 比如说 一间屋子 你的房屋起火了 这时候 一般的人就 肯定是把房屋里面贵重的东西 要搬出来 搬出来之后 那个房子烧就让它烧掉 但我的金银首饰财宝 搬出来之后 我可以拿这个金银财宝 再去盖房子 好 那么布施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房子代表我们的身体 包括这个世间 无偿的大火 要烧掉它 烧掉它 你赶紧把你的东西搬出来 搬出来就等于布施出去 布施出去 搬出来以后 等到你转身到下一辈子 布施的财富还是你的 你再把你的功德所感召的财富 再来盖房子 再来享受你下一次的这种福德 如果你不及时布施出去 就等于这个财物在已经燃上烈火的房间里面被烧掉一样 被烧毁一样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钱赶紧布施 这就比存在银行里面还要保险 存在了广大的众生那个地方去了 存到了整个宇宙那边去了 那是连本带地的 千万不要做水牌 这就是着善布施能够造仁天福德之身 那你的富贵龙华依然还在这里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遥堂他所把这个田卖掉布施 实际上他不是齐田 乃是制产 自己制了产业 如果一个人能够有这么深广的眼光 这样制产业 那才可以说听平永远管业 听平你永远管这个产业 说这句话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像守财炉一样的一毛不拔 那你就不是你永远管业了 马上是转一个人来管业了 好 请看下面 免死得缘 这感应篇前著 这也谈到怎么帮助人 就是免一个人死亡 他得到了解缘的公民 河南 这河南的一个潘解缘 解缘是一个香室 第二次考试的香室 得的第一名就叫解缘 他同两个朋友一起到神里面 去做香室 这个在住的客栈里面 有一个看像的 看得很准 神像 神像就是一看一个准 这个神像一看他们三个人 就悄悄地对另外两个同伴 他两个朋友说 说这个潘君啊 就姓潘的 潘君将有大难 你们两个赶快回避他吧 就是面相当中都显著死相出来了 这个两个朋友一听 知道他有大难嘛 也怜悯 就就赠给他二两金子 让他另外找地方住 这个潘君呢 他就随即呢 就找了一个小客栈座 夜晚出来他散步 散到河边的时候 看到一个妇女要 要投水 要跳河 他就问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寻短见 就询问他 这个妇女呢 就说 这个我的丈夫是卖棉花 丈夫卖棉花之布 好不容易织了一些 若干皮的布 丈夫出门之后 我就把这个布卖出去 卖到了四两金子 但是带回去一看 带回来一看 是假的 假货币 假银 那如果丈夫回家之后 看到我这个 得到的是假银子 他一定会责备我 与其那时候受侮辱挨打 到波罗现在死得干净 这么回事 这个潘君一听这个 他这个 不加思索 赶紧从这个衣袋里面 拿出四两金子给他 唯一的四两金子 他把这个四两金子给出的 自己就 一闻不闻啊 所以归到客栈里面 也交不起房租 可能吃饭都有问题 这个客栈的老板 就对他 就不客气了 常常就是骂他 奚落他 所以他也没办法 住不下去了 也没钱了 就到寺院里面就借宿 寺院的出家人 总要慈悲一点了 没钱到这里 找一个房子住 住在寺院去 住在寺院 这个寺院的僧人 有晚上做梦 梦见很多天神 吹吹打打 从天上下来 下来他们相互之间就说 今年考试的榜已经定了 谁考中 谁考对几名已经定了 但是最近那个第一名 解缘 最近做了审得的事情 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这个上帝就要除名了 把第一名除名 但是除名之后 谁来替代呀 还没有找到替代的人 那另外一个神说 这个寺院里面的攀升可以啊 他们讨论替代 说攀升可以 其中又一个神说 这个攀升 它的像已经表明它要横死啊 最近要死要横祸而死 怎么可能做解缘呢 那又有一个神呢 就把两个手就磨这个攀升的面 一磨面 这面改变了 一改变 那这不是解缘的像吗 你看看 这个僧人在这个梦中很清晰 就默默地就把它记下来了 记下第二天一看这个攀升 还真的变了 变了就对他后加款待 那就是正常的考试哦 进场考试 考试完了之后 这个攀升就到原来住的客栈 去对他两个朋友表示感谢哦 你们毕竟给了我金子帮助哦 感谢 就到原来住的第一个客栈 这个像是 看像的还在那里 还坐在那里吗 这一看他就大吃一惊 毕竟是神像哦 这个一看 说你做了什么应得的事情呢 怎么成了这样的奇异的好像啊 相变 说你这个像 这是考第一名的像啊 说你这谁要考第一名啊 你看这个 所以我们原来中国民间的学问呢 还真是了不起 他看相 算卦 中医 针灸 这些都是很神奇的学问 包括战心这些 这一说果然出绑之后还真的那个河南的攀升第一名 绑伐果然 一个要狠死的人 由于救了人一个妇女的一命 马上改变命运 相貌的改变 所以做一件善事 这里一定是 如绝江河配然墨欲 这是不能忧郁不决 你那个如绝江河配然决然 没有妄想就那么去做 你的功德 才来得快 才来得大 如果你设想那个攀钧 如果那个时候 他身上只有四两斤子 如果他要拿出的时候 还要想到 哎呀 我如果拿出去 我的进场 进口场的盘费到哪出啊 我还要靠这个要进场的费用啊 我一想到这个可能 哎呀 算了算了 这个好事不能做 我没有能力做 他肯定是 但是这个攀钧 那个时候 他没想到这个 只知道这个 跳河的妇女要救 没有想到自己 所以他只是 只是拿出了四两斤子 就免了一个 就免了自己的狠死 而且进一步还得到了 解缘的这样的一个果报 这叫音小报大 因为他发的心很真 很猛 很干净 马上准备 从中呢 安市居士就反省自己 自己就差一些 说他在周安市也考取过 他是考取过县里面的秀才 为什么以后面也考了有一个过世 他想他在重庄二年 叫吉宇年 重庄二年是1629年 他在成江做小事 小事就是取得秀才资格的考试 县里面 如果考取的这个县事呢 就叫秀才 又叫同身事 他在那小事当中 他在那小事当中 有一个在亚 就是这个学校 奴学他不有一个考场 有一看门的叫朱军玉 朱军玉呢 这个人 他别人寄存东西在他那里 他搞丢了 搞丢了之后呢 他就痛不欲生 当时安市居士看到 也发了车隐之心 就想帮他一把 但是苦于自己身上前也不多 就动了一念好心 但是人没有实际行动 很快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昆山 以后有一个主考官 重新把这个考卷 重新审核 重新审核是复案 复案就是复局到 这个省里面考试的名单 那这个主事官员在选的时候 把这个安市选上了 安市居士选上了 跌到第二名 但是由于他回到昆山 这个事情不知道 所以他有这个名字在上面 但是有这个座号在上面 但人都不认识他 所以他就以这个选上了 但是到时候没有到 就给除名了 那个时候昆山实际上 这个消息没有传过来 但是朱军玉知道 但朱军玉又跟安市不熟悉 也不知道第二个座号就是周梦言 周安市 他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他就说 如果我当天不过自己的盘乘多少 想尽办法来帮助这个朱军玉的话 那就是产生了缘分了 那他就会知道谁叫周梦言了 于是他出于感恩之心 也必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 也就不至于除名了 你看这件事情过了两年之后 这个周安市才知道 原来自己有进步考试的资格给除名了 所以他就由此观 观这个攀君 以仅有的四两精子 帮助一个人的事情 他就感到更为惭愧 实际上帮助人 治他婆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谢谢 好 看看 再讲这个故事 捐猪得地 捐猪就是免除租金 就考取了公民 这是华庭 有个读书人 华庭也是江苏松江县一带 叫华庭 李登寅 市就是读书人 家地很贫穷 只有两某地 梁某地由于他读书 或者去读师俗的老师 所以他自己不能种田 就租给别人去种 租给别人就是殿父 这殿父由于他生病了 这块地也就荒废了 虽然荒废了 但租给你 你的这个田猪要交啊 所以殿父没有办法呢 就准备把自己的儿子卖掉 来藏这个田猪 李登寅知道这个事情 就发了车影之心了 说你是由于生病的原因 不能来耕田种地 这不是你的过失 我虽然也不富 也比较穷 但尚且还能够靠点微薄的教书的钱来生存 那我怎么可能让你们父子两生离死别呢 说你赶紧把这个银子拿回去 把你的儿子竖回来 但这个店父说 哎呀这个我卖的那个主人家 他估计不会让我输回来 有这个担忧 这个李登寅说啊 不要紧 我是一个很贫穷的奴生 我尚且可以免你的租金 租钱 那那个人都是大富人家 我想他也会懂得极德哦 他说我跟你一块去 跟你一块去说情 你看 这个李登寅还真是帮人帮到底 就跟着这个店父一起到这个店大富人家 去讲情 那大富人家一看 人家一个贫穷的奴生 都不要店父的租金 那还有什么说的 那就把这个 他的儿子还给他的父亲了 儿子续回来 父子团聚 那这个店父就很感恩了 每天就是烧香啊 祷告祝福啊 希望这个李登寅救命恩人啊 能够有好运啊 而果然到了康熙甲子年间 就康熙23年 1684年 李登寅就登贤书了 登贤书就是在乡士的时候 考取的举人叫登贤书 然后在过了 在1709年 移筹年间又连结 连结就是进一步考取的进士了 叫连结 你看看 马上报应就来了 好报 所以这里就是对那个农民 要有一种哀伤之情 农民一年到头 踢风带月 面朝黄土 面朝水田 那么去劳作 没有一颗的闲暇 全家劳苦 没有一人得安 所以民间官仓 一千个仓库粮 一千个仓库的粮食 都是从农民的肩上挑过来的 那个肥料千坑万坑的粪便 都是从农民的肩上挑过去的 或者忍住饥饿去浇水 或者说带病去努力的耕田 背后背是日暴 太阳晒 雨来 清 种下去能不能有收成 念念都要想说千回万饶 如果年成不好 没有收获 田猪怎么办 家祭怎么办 一到秋天收割的时候 田中所收的稻谷 得到的报酬 很多都要藏租债 一年到头辛苦下来 家里还是消燃 家徒是弊 全家仍然没有 耐以生存的这种口粮 那么人人君子 了解农民的这种疾苦啊 这种生存的艰难啊 难道不哀伤吗 所以这个长公或者殿父跟地主的关系 它的纽带要有一种道德的润滑的 所以原来有一个叫祖金阳 他是个地主 听到家里的殿父有死亡的情况 一定会哀哭 拿出钱来帮助他办伤事 丁清晦 这个地主对待殿父就像父子关系 陆平泉先生遇到家里 或者自己父母 或者自己办大寿宴 宴席 那一定要给他的殿父 要免出田猪多少多少米 如果自己或者家人住官了 生官了 又免殿父多少田猪 家里得了一个儿子或者得了孙子 又免田猪 所以殿父就很感恩 其实感恩反而这个租税 反而不亏空 这里也是同体的关系 所以你一个地主对殿父越好 殿父的感恩 他就生根细做 反而丰收 一丰收到 当然他就不会亏欠你的田猪 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也是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那些如果是地主 像猪八皮似的 太阳没有上来 他在半夜就来学鸡脚 估计是一个特殊情况 你暂时得到一点好处 一时间以为你得便宜了 以为得计了 但是你不知道冥冥当中 你打这个小算盘的人 还有一个打超大算盘的人在看着你呢 天地之道啊 天地以好生为得啊 以仁慈为心啊 你不能磕薄啊 不能残忍啊 你如果你老是这样做 那超大算盘的天神 就会生气哦 就会把你的福禄 全都给你削掉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李登寅 以两某地的田猪免去 使他们父子团圆 最后自己考取了 举人考取了近视 你可说他的田猪 所得到的收获 那实在是太大了 太多了 好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故事 一指汉民 这是纯西初 就是宋代宋孝宗时候 有一个管农业的官员 叫王晓 王晓呢 他每天早上 就是访问给士忠林姬 他有一天是访问一个同僚 叫林姬 给士忠是什么官员呢 就是说一房地的顾问班子的成员 这个房地碰到重大的事情 跟给士忠讨论 给士忠就在他周边 来讨论政事 政治上的事情 给士忠就要给出一个对策 甚至有博政这个房地 这种持令的权力 比如说房地制令过来 他认为不合适 在风帆过去 退回去 这个权力还比较大 当时林姬 正在殿中 他的妻子呢 是王晓的子女 所以他们还是一个 有亲属关系 这个王晓去拜访林姬的时候 林姬正好不在 但他的子女 就是林姬的妻子 看到他的叔父来了 就垂泪告诉一桩事情 说林氏家族要灭了 这个王晓廷就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呢 他说我这个天将小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拿着天福啊 天上的福来了 说上帝有斥令 这个策定说林姬逆子 就是违背圣旨 害老百姓 特别要灭门 要把他全灭了 做到这个梦 所以进行之后 仿佛还在墨前 梦得很清楚 所以一看到他叔父说 林氏 家族全都要灭了 但这个王晓廷听了说 哎呀 这是做梦啊 就宽慰他 你不要担心啊 没有这个事啊 做梦而已 但这个林姬的妻子 就把他的叔父 留下了吃饭 等那个林姬回来 林姬回来 这个王晓呢 就在谈的时候 就试团的问问 最近在殿中 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呢 跟皇帝什么讨论呢 这个林姬就说了这句话 说这个四川大汉 大汉呢 这个下面的部门呢 就上咒 咒本要请十万十米来赠灾 那皇帝下旨呢 同意十万十米赶紧赠灾 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件好事 这个林姬却好了 这就是这个 脑子出问题了 他以为这个米数太多 这个去四川的道路太难走 是不是等这个情况落实之后 再批准 所以就封凡赤黄 就是把房上的诏书封起来 送回去 不想下面下达 这件事就被他阻止了 阻止了之后 这个房上还是觉得还是放不下 就跟宰相说 去四川的道路是很远 但是你要等到调查 那恐怕就晚了 于事无疾 那就先给一半吧 皇帝就是没有办法 下面有人阻止先给五万十米 他说最近这两天就有 就发生过这个事情 你看 还真的有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妻子就哭着 就把这个梦说出来了 这个灵机一听 也有点害怕了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被他挡住了 要去调查 调查情况落实 再去发明 那你说大汉 那么多哀哀逮捕的鸡民 还等着你往返去调查 一个半个月一个月 那不要死多少人 这救人的事情呢 十万佛籍的事情被他挡一下 那马上果报就出来了 很快就生病 就回家 然后还没有到达福州 就死了 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的夭折了 还真的一门全都灭掉了 所以要知道这个君 房地 是上天为老百姓立这个君 所以房地叫天子 天之子 那君 房地要治理这么大地方 要为老百姓设官啊 设官员来治理啊 那么民众就是国家的赤子啊 是这个一个国家的根本啊 民者国之本啊 所以叫父母官把民众看着自己的子女啊 纵然房上说不应该去挣灾 你做城下的都要说要赶紧挣灾 房地说挣灾的数量少一点 你做城下的大城的都应该说多给一些 房地如果说税收不可空 要多加税收 你做大城的都要说要减税收 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为老百姓去争取福利啊 如果你这样去谋证 去为国家着想 你才叫忠诚啊 敬忠啊 你的福报才能恩吉 择吉 天下苍生啊 公门里面好修行啊 那你就能流方百事啊 你这样的一个福德 你就能够长寿啊 能够健康 能够安宁啊 子孙后代就能龙华富贵啊 就是这样的福报都不足以报答 你在公门里面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这些良政啊 这是一个忠诚应该做的事情 好 现在你正好相反了 如果说房地说 这个税收应当反一反 你这个做臣子的还偏偏说 国家财政很紧张 不能等待 应该多收一点 如果房上说老百姓已经很困穷了 应该通权 辩辩 辩通向 你这个做臣子的说 这个摊派下去的税额已经定了 不能改变了 皇帝说都可以改变改变一下 你说不能改变 那你这样的行为 这种举止就叫残云 残眉 阿夷 就叫逢淫 就叫贪恋官位 保妻子 自私的行为 就是为老百姓恋怨 老百姓就会怨恨你 当老百姓有怨气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不稳定 你这种言行就是为这个国家 招来过世 招来灾难 你这样的行为出来 你就是把你流放 甚至你的家里家族全都灭绝 都不足以偿返你的罪过 你现身的这个门户灭绝 流放 这样的这个国法的承主 这是花报 那最后是要下三个道的 你看这个《隐城回忆录》 帝贤老法师谈到上海的有个大富翁 前卿的一位大臣 他就是由于贪污了那种挣灾的款子 直接下地狱 真是天网会会输而不漏 这个救命的钱你敢去贪污 这是直接下阿比地狱的 所以古往今来 这样的前车之鉴 一定要高度重视 一定要有仁爱之心 一定要复念福 福 福利天下昌生 我们还有点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你在百忙之中不吃劳苦 来杭州南山讲世 为我们杭州居士弘法 使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 人类除了物质食粮之外 还需要像佛法这样最好的精神食粮 下面提一个问题 一个人在年轻时学佛很好 到了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 在他临终时已不会念佛 他能往生吗 这个当然学佛越早越好 年轻力壮 心性 生命力旺盛 他修行的功夫容易得利 到了老年了 他一生 老年开始学佛 一生的生活精力在他内心累积了很多的成功 这个精力也很有限 当然修行就要差一点 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闻道有先后 但是你闻道无论是早还是晚 你当下就要修行 所以不管是年轻时晚年时 只要闻道道 尤其闻道念佛法门 都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就怕你到了晚年都没有机会闻道佛法 那就乌福爱在了 那么老年时代症看出什么症状 一般来说由于他的气血不通 或者精气神消耗世间的东西太多 他大老中枢神经元就不灵光了 可能就容易健忘了 容易木呆了 但这些都是他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 但要知道虽然他得了痴呆症 他的内心深处的潜意识 还是会有感受的 还是能够思维的 所以这时候你靠其他的没有办法 还是要让他念佛 这个符号是阎王光 这个弥陀的名号的光明 能够在他的意识深处产生作用 所以他只要念佛愿意往生 灵命忠实 虽然他念不出来 但是你只要念他的文性 是会听得到的 文性是有感觉的 你就在睡梦当中 他的文性都不会消失 更况他只是痴呆 他的文性还有 文性就是佛性的表达 展示 所以只要他点头 愿意去听明白的这段事情 阿弥陀佛也会来帮助他 尤其对痴呆的众生 阿弥陀佛更会加倍地呵护 加倍地放光 就像一个病人加倍地放药 我从农村来住在儿子家 帮助做些家务 本人吃尽数 但是家里儿媳孙他们一日三餐吃剩的食物 要我处理 昏食 我觉得很记熟 心里很不舒服 不知怎么办 请开始 你吃尽数 如果你的力量很大 慢慢地引导家里的人 儿子媳妇孙子也一起来吃 就比较好 这是最理想状态 如果达不到这一点 那你至少在家里不要撒身 吃山浸肉 剩下的食物要你处理 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处理到你的肠胃里面去 或者给那些动物或者给什么 你找一个善巧方便 不舒服你就多念佛号 请问东陵大佛建造的缘起及意义 东陵大佛的缘起说起的话很长 果一老和尚93年发愿 到今年已经是长达19年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了解 中国大陆25尊大佛的建设 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和政府在做 以僧团的形式来做 保持宗教的品格 尤其承诺建成之后不收门票 也许东陵大佛是第一尊 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海外的很多言论 对大陆建大佛的这种指责 第一来自两点 第一是来自于拿大佛卖门票搞经济 第二是建露天大佛不如法不恭敬 我们这些年来针对这两个 我们要有回应 这种回应 第一我们不收门票不搞商业化 我一定是要把那个大佛景去作为 朝圣修行弘法的一个净土道场 第二我们的回应 就是对第二个回应 我们不让大佛成为露天 所以我们要搞一个81米的宝盖 为了实现这个 这可能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是第一的 没有这么高的佛像来建宝盖的 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科夫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 专家论证会都开了多少次 最后我们基本上这种钢架结构 稳定性得到两家权威的损计研究所的通过 目前我们是通过招标 让这个江苏宜新的沪宁钢极有限公司 承担我们这个钢 宝盖结构的铸造和安装 佛说凡事要人 但会不会给某些人有机可乘 制造罪业的机会 如杀人 盗窃 淫乱等 人是不是有个度 就是有底线 那么底线在哪里 请开始 佛教讲这个忍 不是从有坏事 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讲这个法忍 忍忍 比如它是针对自己的修心养性 别人骂你 打你的时候 你都要忍 尤其是侮辱你 忍入波罗蜜吗 忍入 那一般的人 你什么都能忍 但是侮辱我不能忍 是可忍 这个肉不可忍 但是你最难忍的你都能忍 说明你有大的力量 大的心量 所以这里面 但是一个佛弟子 在阻止他人的罪恶方面 还要有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如果碰到杀人的场面 这不是人的问题了 这你要见义勇为啊 这个别人在抢银行 你也 啊 他抢他的 没有问题 几个流氓团伙 我正在欺负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干他的 关我们 没事 不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你正要表现大无畏的 这种气概的时候 这个是这么一个底线 底线就是我们要有原则 包括慈悲方便 慈悲出祸害 方便出下流 你的慈悲和方便 也得要有一个原则 无原则的慈悲和方便 它反而会有一个负面的结果 我慢高山不容伐水 面对傲慢 我总是无法控制 傲慢总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 更可怕的是傲慢 竟然浑然不知 有些人告诉我 放 可一个放之又何尝容易 口上说要放 心却把它抓得紧紧的 我该怎么办 这个余生俱来的我值 它就会导致傲慢 这是我们的根本烦恼之一 贪真吃慢疑 慢是根本烦恼之一 面对傲慢我们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 是一个我值的表达 对傲慢我们就得要谦卑 为什么映主常常讲 谦以至目 用这个谦卑 目是什么 我慢就像这条野牛 你的要有一个谦卑的缰绳 把它驯服下来 所以要想到 我自己很惭愧 通生都是毛病缺点 什么都不行 把别人看别人的优点 长处 把自己看低一点 那我慢的人 常常是看自己的优点 看得很大 看别人缺点看得明差秋毫 总是觉得别人不如我 他就会傲慢 那恰好相反 修行的人 为什么讲禅和愧 这个惭愧是我们 非常要重视的一个 这种心理情操 要思维无量节以来 我们的贪嗔痴 我们的身口 已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 乃至于精神 虽能挂了一个佛地址修行的名头 但我们的内心身处多么肮脏啊 见不得人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惭愧作为一个铁钩 把我们隐藏在内心身处的 那些邪恶的阴暗的东西 把它勾出来 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去发怒去忏悔啊 我们是这么一种情况 还有什么资格去傲慢呢 我们没有任何傲慢的资格 我们惭愧都来不及啊 你得要把这个心调动起来 而且它是符合事情 弟子听其他同修连友提起 东宁市的慈善功德会 东宁护身会 东宁印经处 东宁佛意净土杂志编辑部等 弟子觉得意义重大 合成众援共相善举 请法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发心供养 培植福报 或者参加各个组织做义工 应该怎么办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付持之心 这个东宁市这些年来 我们除了建大佛作为一个中性工作之外 我们确实是想在推动 进度文化方面做些事情 包括慈善功德会 慈善功德会也是这三年成立起来的 禁义法师还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 是由于我们教内在慈善这一块 相对于基督教 天主教来说 我们是比较薄弱的 而且慈善是树立社会形象 政府这一块它主要是看佛教 是不是做慈善 为了获得我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慈善也是应该去做的 所以我们对证灾 住学 免费治疗 送医下乡 乃至于现在住这种临终关怀 安养愿 都在全面推广 现在目前在大佛旁边有150亩地 我们可能下半年就破土洞宫建一个东陵寺安养愿 东陵护生会也自在放生 放生保护生命 这方面也在做些工作 印经处你看 其实印经我们在发达地区经书还比较多 但是中国有很多边缘的省份 还是很缺乏经书的 昨天有个居士也谈到 好像很多寺院经书很多送不进去 其实有很多很需要经书的 我们要把大乘的法宝 尤其是因果的 讲轮回 讲戒律 讲净土法门的 经书要广为流传 还有光盘 可能一部经书 一张光盘 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就能拯救一个人 意义重大 这些我想慈善方面 印经方面 不仅东林是在做 我们也希望各个寺院都来做 每个寺院都是一个弘扬佛法的重症 如果我们周边的寺院也有做这方面的 大家可以就近来扶持都很好 那么如果谈做义工 目前可能东林大佛开光 我们需要两千个义工 如果大家有这份发心 可以报名参加东林大佛开光的义工 看看我们过段时间会发布一个 遭受义工的简章出来 大家注意收看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